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补充了一个道安劳法师有关佛经的《大藏经》有关这个介绍 我们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大藏经》的成立 第一个是佛教从西域传来 来到中土 那么到此两千年 从六朝到隋唐五代 大概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 那么佛教来到中国以后 经过了移植 成长 开花 结果 那么就很多的经典 那这些经典太多了 那必须要经过整理跟编目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佛典的收集跟编转的目录 那么从下面 从第二世纪开始 就开始收集汉译的佛典 那么这个汉译佛典呢 就有一个高僧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道安法师 那么道安法师之前也有人编辑 但是都还不成气候 那道安法师呢 他开始就有所谓 所谓中礼中金目录 中礼就是综合归纳 经过了一个安排整理 中礼就是佛典就是佛典的目录 就是帮含了当时已经溢出的所有的佛典 那个时候是在孝五地 未孝五地 这个目录就出现了 这个不仅是显示中国佛教初期佛典 也是为这个中国佛教的佛典的收集归纳 是跟我们去查这个佛典 跟建立这个宗派 去把这个佛教的思想流传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的 那么最早的高僧传呢 是慧教所做的高僧传 高僧传里面有个记载说 从汉位一直到静 经典就越来越多了 那么可是有的这些翻译经的人 那么名字是谁 或者是什么年代翻译的等等 如果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那后来就没有办法有所依据 所以道安就总结了明目 把这个经典的时间翻译的人 还有这个经典的新旧 那么版本加以记录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道安的在中国佛教的兴盛的时候 慢慢兴盛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可是道安法师的这个安路的内容呢 现在已经失传了 但是后来就有僧佑 那么他有一本书 这本书就叫《初三藏纪》 或《初三藏纪纪》 因此我们目前根据了生佑的《初三藏纪》 就大约能够了解 道安法师这个 他的中理重经目录的内容是什么了 那接下去我们就看安路的排列的次序大约是什么 那么后面可以看本路就是以义人年代为次序 什么时候翻译的 从汉的安士高 这安士高是非常有名的 一直到西晋末的法力 都把它收罗在内 第二是诗意 就是不知道意的人的姓名是谁 那就把它列入 诗意类 有人名 当然列人名 没有人名 也就列 没有人名 那么另外一种是 《粮土易经录》第三字 《不知易人的姓名》 但知道在哪里易的 那么最早《易经》啊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易经》的时候 有时是一个人翻 有的是就几个人翻 所以呢 都甚至译得比较粗糙 所以一直说这一方面呢 就是他的不是那么晚辈 另外是《观中易经录》 第四就是没有意的人的姓名 只知道意出的地点者在出土 这分为《凉土》跟《观中》 《凉》的就是比较稍微南方一点 《观中》就是差不多在陕西这一带 另外是《古易录》第五 《约志》大部分经典中 《摘役》的《丹天本》 就是说这一类的目录 它里面的所包含的这个是什么呢 都是从某一部经中的某一部分 不是全部把它摘录出来 这种也有目录 再来就是《遗经录》 那么《遗经》就是这一部经啊 可能不是真的经 可能是伪造的 但还没有确定 那么就把它放在《遗经录》的这个地方 再下来是《诸经》及《杂经录》第七 当然在所诸的《群经》 还有其他有关佛学的住宿 就是经典是经典 那因此还可能有注解 注解 就把它放在这一类 跟其他 跟佛教有关 又不是那么纯 有关系的 那么 从这里看 道安的《众经》目录 只有一卷 它的优点是 今以年代为序 主要就是用年代为主 为它的排序 使到学者了解佛教发展的一个史迹 历史的痕迹 还有诸家派别宗旨 每一家的派别 它的主要的主旨是什么 第二是《诗易经》 《诗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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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诗易经》的人是谁 可以留在这边 将来说不定有人可以找到根据 再把它补充起来 这是第二种 第三是《诗易经》 《诗易经》《诗易经》 《诗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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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严定真伪使学者知其所去取 因为经的真伪跟佛教的正法 正跟不正 如果伪经当作真经的话 会影响很大 所以这一点的考核呢 也就非常严格了 所以道安这种方法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科学 非常有条理的一种方法 因此呢 这就我们在讲的时候 也许这些目录的东西是蛮枯燥的 可是如果我们想 今天我是道安 法师 我以前人没有编过 那我来编 我要怎么编吧 才合乎条理 所以道安法师呢 在他编排的过程之中呢 他有他的一套的逻辑 来把经典作为这样的一种分法 所以他呢 至少是说立下了一个基础 以后 那么大家就有所依循了 那么到了五世纪的时候 就有像九摩罗什啊 就来到 他是秋迟 从秋迟 来到我们中途了 那么他们努力于佛经的翻译 所以我们前面介绍过 旧摩罗什翻的经 主要很多跟天台有关的 跟这个波尔 波尔有关的 讲空的 这有关的 跟三论中有关的等等 翻译了很多 他下面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弟子 都在帮他翻译 身造身锐道身等等 对佛教都非常有贡献 那么到了九摩罗什呢 这时候大乘的经典就越来越多 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 小乘的经典都是基础 是安士高所翻译的 大乘经典就是 这个支楼加颤 翻译了很多 那到了九摩罗什 那这个翻译的世界 就更加成熟了 而且大乘经典是特别的多 那么不论大乘 不论小乘 所谓的经历论呢 翻译了越来越丰富 也成为一个特色了 那么六朝之末 随着佛教教团的发展 所以在讲经写经的时候 也收集了很多的佛典 加以整顿 相对起来呢 就更加的要求的 更加的严谨了 那么 而且呢 这个所谓 这边又提到有一个就是中华灵园 在逍遥园就是 旧摩罗什 异经的地方 它是一个谣情 这个谣心 旧摩罗什 本来是 在秋迟后来 因为他在西域 被请回来 特别是 这个谣心 把他请为国师 请他来翻译 那么这个时候 佛经的这个 这样的工程 已经有所变化了 以前大部分都是单打独斗的 来翻译 到了中卢什以后 慢慢成为什么 成为国家 他护持的 像摇心就是 他护持他 这个 他的翻译事业 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下面就是 北朝北魏 李阔 曾经奉命 奉命就是奉天之命 就 集了什么 魏众经目录 这个目录的特色 下面 有所说明 第一个就是 大小成分类 第二是 经历论 经历与论分类 第三呢 没有翻译的 这些经典 就别存其目 另外再 条列 魏经就把它分 非真 全非真类 更为后来的疑惑 违望 分科的 好事 就是开始 就是说 第一个是 魏经不是真的 有的可能不是完全真的 全非真类 完全不是真的 那还有疑惑 疑惑就是 还不能够确定的 违望就是 确定的 这样的分类 那么 它的分类呢 下面可以看出 它的内容 持续是 大乘经 律目录 大乘论目录 把经历放在一起 大乘还没有翻译的 前面是翻译的 这是没有翻译 大乘经指柱目录 小乘经历目录 小乘论目录 有目未得经目录 所谓有目未得经录 就是说 有这部经的名字 但是这部经 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一般叫做 纯目的 非真经目录 非真论目录 就是 对经 既然不是真的 不论是经也好 不论论也好 既然不是真的 为什么要 列在这里呢 我们要思考一下 那它的用意就是 告诉大家说 你看到这部经 你晓得 这部经 不是真的哦 因为这部经还在流通啊 你要告诉大家说 这部经 或者这部论 所以它 也要特别把它 罗列上去 代表一种 一种意识 一种意识 第十 玄非经 愚人望称目录 那是别人紊乱 那么这一位 我们从 李阔 魏仲经目录 分类啊 就比较安路 就是到安的目录呢 就要进步很多了 所以呢 后来这个费长房 就称说 有条观之作 为阔路 仅将经历论 分为三丈 但 传记等 应归和睦 苦难 配合 所谓 扩经 扩路的 一个缺点 经历论之外 有这个传记 那算什么呢 既不是经 也不是律 也不是论 那怎么办 那这边就 没有办法 鬼类 有关佛典 集成以后的名称 到了六朝 就有些变化 就是佛经 元宣在北魏 经历论 把它称为一切经 而南朝的梁 就把它称为大藏经 那么 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后面还有什么 像 梁 金师 见出世的 身幼 于天间 梁就是梁武帝 那个 梁国 他是 师俗 实相 拜这个道安为老师 他就编这个 出三藏 集 记 或者出三藏 记 所以 出三藏 集 集 我们称 一切经 称大藏经 又称三藏 都是佛经的名称 其中第二部就是 接续了道安 略有变化 那他其他三部由 又 深又 自己所记的 那他的内容呢 就是下面 一个是转远起 卷一就说 先说明印度佛典的 结极 跟他传授的源流 次再续 三藏 八藏 等名称 再次论 胡汉 义经 因译 同意 凡五篇 这个就 更加详细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佛经的结极 也跟 他的目录 是有关系的 跟哪里结极 哪里 传授 然后再有三藏等等的名称 第二是全明路 心极经论路 心极的溢出经路 心就是 以前有了 现在又有新的 出现了 经跟论 还有不同的 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 他取材其中一部分 然后 出了经路 卷三就是心极道安古义经路 道安 的时候 他 前面我们就看到 这个 道安法师 在 有古义经路 就是说 栽露了一些 而来的 他就裂了 这一类的 那么心极道安 诗意经路 就是 不知道是谁翻译的经典 那么后来呢 有 知道了 就把它补上来 心极道安 凉土 观中 意经路 就是从地点 这个 梁州 大概甘肃这一带 这种的 还有心极的 绿部路 卷世 续传诗意 杂经路 杂经路 就是 不是经理论 那么 纯的 也是经 但是不晓得 归哪里 就 杂经路 传记之类 这种 可能都在 杂经路了 捐武 心意的 超经路 道安的 宜经路 心极的 宜经路 道安 注经 极 杂经 赐路 超经 因为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 没有我们现在的 卡比旧往往是 超经 这样 某一部分 是属于 超经的 方式 所流传下来的 第三是 总经 续 卷六 至 卷十一 此六 卷 名为 续 记录 自四十二章经 到 千佛 名号 各受之续 多篇 多数一 那么 我们最早翻译的 经 一般说 就是四十二章经 我现在的学术说 这个四十二章经 好像是 是伪经 是 就是超路 其他的经 把它 把它收集起来 而成的 这样子的 有一些这样的 一个争议所在 但它还是有根据的 那么 卷十二 此 路名 杂路 异路 各出 续凡 十篇 而 幼致 作者 为多 那么 经里面呢 往往就有 杂路 就是 把各书 每个书都有 它的续 我们从续里面 能够了解 这一部经的 内涵是什么 所以以前 读书 常常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读书的时候 有的人不看续 续是很重要 因为续往往会了解 这一部经的 一个特质所在 所以他特别把它收拢起来 第四是续列传 卷十三到十五 此三卷 明传 至安是高 至法勇 即传多篇 就是刚刚说 这个转 计划在哪里呢 所以他这边 就列传 各位看 我们上次说到 这个列传 我们的经典里面 我们的史学里面 有往往有所列传类的 就是传记的一种 现在说 这个申幼的这个路啊 申幼他所注解的 这个初 三章记这个 他最大的特色 也就是他的优点 是广收经续 把每个经的续 把它都收刮 在一起了 那么这个续呢 我记得 我们讲 似乎全书 似乎全书 似乎全书那么多 他曾经有一个叫做 似乎全书提要 似乎全书提要是什么 提要就是把 某一部书 它的重点 告诉我们 也就让我们能够怎么样 你要去看 这么多的书看不完了 那你把怎么样的 一个读书的 一个等于说读书的指南 导览一样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不必把似乎全书都看完 把这个提要看了 大概似乎全书的 里面某些书的 大概内涵可以知道 所以这个有点 类似的意思就是 广收经续 集成一步 那我们保存原始 宝贵的资料 使得后世学者呢 虽不见原点 读续文 即可知 精益的梗概 就懂了 懂了他的一个大意 所以 这个就是 有刚刚我讲的提要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了 所以我们读书 有的时候 那么读这部书 里面到底讲什么呢 有时候把他的续 稍微了解一下 帮助我们去理解 是相当有帮助的 所惜者 大小成不分 经论不分 乃诱路的缺点 那他的缺点在什么地方 就没有分 大小成 经跟论也没有分 这就是 可惜了 那么下面就是 经过了北周五地 各位知道三五一中之后 最早就是北周五地 还有唐五中 还有周四中 那么等等 这个北周五地灭佛以后 那么经典 经典很多上师 这叫佛教史的 一个法难 到了 北西北周 然后就是 所谓梁唐进汉州 梁唐进汉州 然后就是隋唐 那么到了隋朝 这个 隋朝的皇帝 就是隋唐地 我这个怎么搞 他这个不能动 这边啊 他这个 不能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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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等一下 那我们先看这个 各位看到讲印 讲印就是随文帝 他这边写随文帝 阳间灭周统一天下 结束南北朝分裂的这个局面 因为周五中的破火 因此到了随文帝呢 他有护士佛法 随文帝跟随阳帝两个都是护士佛法的 所以这个智者大师这个智者的封号 封号就是由随阳帝封的 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开始 各位看到三十八页 这时候呢 有关经典 有关的经典 就是法经 宴中的大随众经目录 非常防的历代三宝记的编著 就是因为随朝的统一 那么提倡佛教 整理佛教的一些很重要的著作 那么在开皇年间 那么就有沙门 就是出家的师父法经等人就把大小春经论三藏 还有西域的圣贤录等 总共是两百二 两千两百五十七部 五千三百零十卷 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了 收入了大随众经目录 这个时候的所谓的重经 就是这个五千卷 就是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的 后来有人称五千卷 你要说三百篇就是指诗经 讲五千卷就是指佛经 那么下面它的分类情形怎么样呢 看它分为几类 第一类是大圣 修多罗 修多罗我们知道就是苏达兰 Sutra翻译过来的经 经藏 毗尼就是律藏 阿毕坦就是论藏 那么小城 修多罗障 皮尼藏 阿毕坦的一样 大小城都有经历论 然后第三是超级路 就是西域的圣贤 还有此方诸德 西域的跟我们的这些高僧 第一是传记类 西域的圣贤 此方的诸德 住宿类也是分为西域的 跟此方诸德 两种 把它分清楚 前面没有说 把这些高僧西域的跟此方的 没有这样细分的 下面就说此类分类法 将大乘小乘 跟他的经历论都分类 分得就很清楚 其他有关超 是用超级的 有传记式的 有是有处于住宿的 就是此方的住宿的 又将西域的圣贤 此方诸德又把它分开 那么可以说 一切经转述 都可以包括五一了 这是第一类的 第二类又是一意 有意义 有诗意等等 意义就是 仅有一个译本 意义就是有不同的译本 诗意就是 不知道是谁翻译的 这都是注录 注录就是经过翻译 有目录的 在这里的 前三个是属于这种的 后三的就是别生 什么叫做别生 别生就是说 结本别提 就是每一部经 好像我们后来 比如说法华经 你特别只把其中的 观音普门品 或是拿几个品 把它特别的提出来 别生 疑惑是来历不明的 伟望是决定是唯本 纯目 纯目就是没有这个书了 但是这个目录还 书名还在 所以关于第二类 所以读识分类 有如下的解释 下面就是说 意义 并是原本 意义 其间非不分哉 卷品 别义独行 而大本无亏 故宜定路 这是一种 意义 是这种情况 现在呢 意义 意义是 或者全本别义 或者歌品数义 全本是另外在译过了 或者是歌列其中的 来下译翻译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直闻谍举啊 既无犯本 教囚 至于 聚入定路 就是这些 没有犯本的 来 来 简正他 教囚说 有没有意错 所以这些呢 应该就放在这个 就这个地方 诗意就是 虽然遗落 义人的实地 而古路 备有者 且义里无为 义为定路 定路就是把它 卡定了 就是说 虽然 没有这一个 义的人 可是 他在里面的内容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也把它 就是放在 这个目录里面 别生 就是后人 谁自义 就是随个人的意识 在大本内 超出 其中某一部分 某几品 某些章节 或词 记句 里面的 某些的记颂 变为 卷步 那样来分类的 变成一书的 原始去莫碎广 腰烂口烦 经以涉入 以敦根本 就像这样子的话 就割裂了 就不完整了 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不见原貌 可能会产生很多 误会 所以 也把它 列轻了 让人家知道 哦 这个是别生本 不是它 原本 这样子的 那么 疑惑呢 就是多以 提著 称痴 众路 致惑 那么文理复杂 真伪未分 事须更详 且负一路 就是这一种的 就是 这个 里面 称痴 经文称 提著 著 诸解 还有 众路 其他 所记录的 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 有疑问 里面的文理呢 也不成系统 所以这部经 到底是真经 还是伪经 还尚待 考证 我们所谓的 待考 所以就把它 附入在 疑惑内 不敢肯定 伪望内 就是 肯定它 是有问题的 或者 狩猎经言 狩猎经言 经言就是 佛言 你用经 佛讲的话 但是呢 里面 莫在这个 经的后面 声 摇秤 或 初论 世述 而后托 法词 或 成影 阴阳 吉凶 或名 鬼神 或福 诸如此类 为望 浊然 经 秘 秘 秦 以救 示范 就是这一类的 可能别人 就是说 有一些 好像 这些秤 不得登 大雅之堂 民间的 个人的秤 好像 宝贝 什么 来的一些 里面 有些阴阳 吉凶 好像占卜 什么之类的 东西 或者是 神鬼 祸福的 不是属于 佛教的 伪难 看到里头 像这种的 就是 伪望 浊然 浊然就很清楚 这是伪的 所以呢 密请 密请就把它 就是 把它 剃除掉 不要再 传 一额传额 以救示范 这就是 伪望 类 此种分类法 可以 色境通行 一切经 真者 写定 入障 依广其行 别生 即 仪为者 虽 并不入障 仁住其目 此后事 物为所获 别则 经言 主之修杰 此路 为最合理之作 那么 这些的 经 那么 经里面 还有 就是说 到了 后事有特别说 入障 入障 是一个 经过国家 印证 说 这部经 很好 要把它编入 藏经中 这是一个 对这部书 是一个 肯定 真者 入障 来广其传 可是呢 其他别生的 仪为者呢 就把它屏除掉 以免呢 疑惑后事 不为后事 为其所获 另外在 严谨 组织好的 经典 这样才合理 那么 隋阳帝 以后 也是担心佛教 经过了灭佛之后 所以呢 他也办了许多 这个 超经 或者是 收集这个 经典 等等 用国家的力量 大量来 书写这个经典 的开始 是从国家来 从水阳帝来 提倡 以前都是个人 发心 现在 国家 来 提倡 那么 流传的多 就比较不容易 上市掉了 所以 下面呢 水阳帝的 重复 接下来的要看的是 历代三宝记 就是 前面讲 法经 在开黄十四年 就是水文历 大随重金目录的第三年 叫做开黄 开黄 第十七年 那么 非常 黄 编转的历代三宝记 也叫开黄三宝记 有十五卷 前三宝为年表 从第四到十二卷 就是记载 后汉到谁 所翻译的经典 以年代及 艺人的先后 为持续 兼列 每人所艺注的经典 而 后面 就是在 接续的 有小传 卷十三十四 是 这个大小城 入藏墓 卷十五 为 置为续篆 而以历代经篆复言 道宣 平 长房路约 道宣律师 就是后来 唐代的道宣律师 批评费唐房的 这个三宝 路 那么 里面呢 就说 他这个三宝路 有十五卷 始于周庄之初 周庄是一个皇帝的名字 上边 甲子 下路 连边 并 诸 代所翻译 经部的 卷目 有多少卷 那么 轴列 程序 极多 条例 把它 分门别类的 有各种的 一些 原则 然则 瓦石 杂柔 真伪 难分 好坏 都有 得在 通行 缺于 争议 就是对于这个 真就是 争别 这个 有问题的 比较 没有 所以呢 就是说 非常 防 兼收 一切经 但 未与 审别 比较 不若 法经 路的 经道 那么 接下来呢 就是 有 随 重 经 目 路 宴 中 到了 仁寿 二年 也就是 法经 所编的 大随 重 经 目 路 第八年 雁 雁 也就编 有 随 重 经 目 路 据这个 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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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五十余部 并 昆仑 雁 雁 昆仑 就是一些仙 雁 多黎 树叶 有 赤 颂 这个 管 父 从 辟 就让他来看 并使 编续 目路 让他来编目路 以赤 见翻 慢慢 把它 都翻出来 乃 赚为 五卷 分为其类 所 位 经历论 方知 杂书 其言 必由 随言 随言 就是当时的 言语 成为 两千两百卷 由此 记载 可以知道 燕丛 当时 不但 懂得 而且 编译 汉文 佛典的 目录 而且 也编有 梵文 佛典 目录 五卷 但是这两路 都 遗失 不知道 他的内容 是什么 非常可惜 所以这个 燕丛 算是一个 学识涵养 也相当不错的 为什么 他懂得 梵藏 两方面的 语文 来翻译 所以梁景昭先生 对他 特别 欲赞赏 可惜 就是 这些都 王毅了 佛典 集成之后 称作 仲经 在六朝 开始有变化了 在随时 更为显著 随书的 荆棘制 里内 这个随书 这个我们前面 讲过了 汉书 一文制 就是目录 学方面的 好多 好几类 那么 随书 新集制 也就是 属于目录 有将 佛典 名之为 一切经的 名词 又在 灌顶 天台大师 别转类 灌顶就是 智者的 弟子 所以有 大藏经 因此 到了 随朝 一切经 跟大藏经 这个名字 就很普遍了 所以有一切经 因义 这样 好 这是讲随代 那么 接下来呢 就要看什么呢 就是 唐代 唐代 讲到这边 我们 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 唐代第一个 当时唐高祖到后来就是 唐太宗 唐朝因为姓李 所以他们是 推崇 老子 老子姓李 李尔 道 可是呢 唐朝的气度 辉宏 他对于佛教 也不去障碍他 与满 推崇 所以呢 就有 玄奘大师 从印度回来 唐太宗 就特别的 来 辅助 帮助 以国家力量来帮助 他 一经 所以呢 唐代 有唐代的一套 圣事 就是 圣事不但是武功 还有就是文字 文字的圣事里面 就包含了 当然 佛经 兼容并序了 所以 这个时候 是佛教 鼎盛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隋唐佛学 隋唐佛学 是非常有创发性的 这样一个 关键的 具有 这个思想史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期 那么这个时候 关于佛经目录 制作呢 人才辈出 第一个人就是 靖泰 他在 洛阳大靖爱事 一切经 加以 调查整理的结果 根据 随雁崇的 随仲经目录 再加以 稍微的修整 真补 成为 大唐东京 大靖爱事 一切经 论 目录 在这个目录的 各经各籍 明 及 眷术之下呢 筑记 有所用的指数 可见它非常的 这个细腻了 由此可得知 从隋道 唐出 一切经的内容 就定型了 而且写经的书写方式 如 每页多少行 每行多少字 也就 整齐划一 中国佛教在这个时候 又前进一步 同时呢 说现在日本正昌 愿 圣与 藏内 不仅常有 日本天平时代的写经 同时还藏有奈良朝时代的 留学生到中国来带去了 隋唐 血经 传世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大 隋 隋大业 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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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时代了 一切经中的 灵本 弦节经 即 永辉六年 赴有八的大批婆杀论 和显庆四年 这都是唐朝 任十月 赴有 背书的 陈维斯论 那陈维斯论 当然是 玄奈大师翻译的了 那么日本的知恩院 知大楼探经 是 弦亨四年 张武俊公 苏庆杰 为其父 邢国公 所 进照的 一切经的灵本 要认识隋唐时代的 佛典的书写的样式 这种经典和 敦煌时事经典 都可作为参考的 宝贵 资料 所以在 日本书记内 也可以看出 白风二年 张月在 川元寺 书写之一切经 自然 日本的血经 也都是 全是 仿造 隋唐之风 所书写 这边特别引用的 日本 也就是让我们了解说 其实日本 他们的是怎么样的情形 那我们隋唐时代 是怎么样的情形 就可以知道 好到这个地方 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